各位觀眾朋友 你好 今天星期五又到我們西城故事的時間 今天除了我李立航和沈大哥 我老友Winston 朱家俊也上來 Winston 先打個招呼 Hello 各位觀眾 兩位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兩位 我看報紙 我心儀的女立法會議員 四眼陳 陳淑莊小姐 前一段時間很麻煩 聽文話 我也是看報紙 聽文話 他和一班飲食界的朋友 在室內開會 跟立法會議程有關係 他的說法 為何跟他有關係 因為現在我們疫情 疫情政府又要資助一下業界 業界又悄悄悄悄 所以他們聚會 但聚會被我們的執法部門識破 因為某些政黨議員提供情報 一網打盡 如是說立法會議員不守法 這段時間又說自己不舒服 那段時間又開了這個委會 一個密閉場所超過四個人在聚集 搞到一個星期內風風雨雨 兩件事怎麼看 沈大哥你先說吧 你老人家 老實說我本來想說的 一聽到老人家就不如比年輕人說 又好 我怕別人說我老人家 我現在不認老 你教我不要認老 一認老 有些好朋友說一說 你老不要緊 自己不要認 你一認了你真的老了 樣子老不要緊 心態不要老 你什麼都看上去灰色的 你知道嗎 現在七十歲後是中年而已 中年 六十五歲開始起中年 所以叫你們不要這樣悲觀 你沒有悲觀 沒有悲觀的 好了 說回熟莊 就是四眼診 其實我見過他兩次 你連選舉都投票給他的 第一次就因為 跌一霸 週年紀念 他來參與 初初我也不知道他有否 一起拍照 和余若薇 余大壯 到表演 原來他出來就唱 梅艷芳的夢伴 梅艷芳 他把相片沙沙的 哇 滿腸飛 我才知道他這麼活躍 我知道 他工作是工作 遊戲是遊戲的人 是一個很率直的人 我們看人 看細節觀察 陳小姐的人 是一個爽直 一個是很率性而為 和一些很正直的人 你明白嗎 他和你是同鄉 他是上海妹 不是 他是像山東 山東 是嗎 上海 上海 他有說過 他在上海 他見到不平的事情 他就要出頭 在這個泛民 有兩個女人 一個是陳淑莊 一個是毛孟靜 兩個都是被建制派視為眼中釘 欲中刺 除了這兩位 雖然不可 我看了現在的政治圈 其實和我在八十年代做娛樂圈 我又編這個翡翠洲河 一揚 那些明星是你咬我我咬你 男有男鬥女有女鬥 現在這些在銀壇所流行的情況 現在去到政界重現 那你政治圈是個表演場所 八十年代就沒有這些 因為沒有政治 在那時候我們香港的人民 就被人笑 說我們是政治冷感 不要緊 我們賺錢就行了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只可以在娛樂圈 很過癮 誰知道現在來到政界 個個都關心政治 那別人問我 有個日本的記者 早兩個月問我 他說沈先生 你覺得現在我們香港人 對政治這麼關懷 是不是真的葉衝於政治呢 我說我的學識也很有限 香港的明政論家 對行河沙嫂 很難 算得清 我只能說我自己的個人看法 不是代表什麼有特別的看法 就是意見 其實香港人沒有熱衷到政治 為什麼 經常說 因為他們害怕 所以他們去說 不是對政治有興趣 知不知 因為他害怕我不說 因為香港 我將會遇到更大的壓制 連港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他們熱衷政治 實際上他們的政治是不感興趣的 你們千萬不要 所以我看到現在香港人 很熱衷於政治的事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 是不是 害怕 第二天我連說話都不行 他們害怕很多不公平的系統 喊在頭上 所以他們反共 始終政治沒有關係 政治是什麼 他們不懂 政治的醜惡 他們不懂 因為它影響到我們的民生 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要說 所以說得 香港人現在不得了 大家都喜歡說政治 再不說飯都沒得吃 我明白 那個詞語叫不平則名 你明白嗎 那些公公平 我明白 並非說 而且基本的 講政治的目的 也不是說推翻誰 打低誰 只要求 沒有人都要急著 要求你 好像以前那樣給我們玩 媽媽你不要管我管得這麼容易 就是這樣 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現在說 香港你自己搞定 如果你犯錯我就罰你 馬上沒有了 有鬼人講政治 你明白嗎 其實 阿爺 就不太明白香港人的心態 阿爺派下來的馬仔 更加就不明白 於是乎 就動用家法去教訓那些人 以前我被媽媽打 當然是為了插了兩隻耳 跪下認錯 現在是跟你博過 就是這樣 其實你將香港的形勢去分析 只要你將我們中國 封建制度的模式放進去 你就很容易知道是甚麼原因 中了 中了 就不用像專家 我甚麼理論 甚麼理論 其實是不需要的 很簡單 香港 那我們用封建理論 不要跳跳 馬上飽 飯上吃 人繼續高高興興 OK 其實也是 因為香港人的接受能力那麼強 當你去到一個情況 連他自己本身做的事 都有影響 做不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來說 不論他自己是甚麼政見 因為你已經威脅到他自己本身做的事 尤其是香港人最重要的事 賺食 當你威脅到他的時候 他們或多或少都會走出來 最簡單 現在我們香港人 有一個想法 你賺食啊 你賺夠 我未賺夠 我賺不吃 你的政府高官 這麼高人工 好 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 你看甚麼 我就不說誰了 他就說 Radio Hong Kong 這個廢台 廢台 請那些人 別人請那些reporter 編集 一萬到三萬 他就三萬到六萬 這麼高人工 有沒有搞錯 我看了哈哈事 蕭蟲何來 因為他根本是香港人 他不明白香港 香港做官 做政府工人工 禮擺高 福利禮擺高 為甚麼那些人 要貼飯碗去打工 其實那些國家 言下之意 是否叫我們特首 搞人工 特首的工 其實就是全世界的錢 沒有 你聽我說 其實他不明白 我們全政府都是這樣 就算大學教授 月校長 他的人工都很高 比世界高 我們以前養年 用錢來養年 所以你要明白 Radio Hong Kong 那些人工高 是個傳統來的 對嗎 無所謂公不公平 如果你這樣說 有一個人搞到香港 阿塌糊塗 幾十萬個月 幾十萬個月 那就更加不得點 對不對 所以你不明白 很多人 一枝劍筆 發揮我的作用 但其實不是講理論 你觀察一下這個事情 了解香港 香港政府的人工官 每個人都高 不只是Radio Hong Kong 他們的制度 林鄭的人工 比特朗普高 高於我們國家主席一定 對 為何會這麼高 一國兩制 為何兩制 給特首人工工 我想問他 很簡單 你不問他 他這麼高人工 搞得香港一大糊塗 值不值這個人工 這個到這個 又沒有問責 對著 你叫Radio Hong Kong 聲勢洶洶 又要打倒他 又要整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 說一些東西 得到你 你們就不喜歡 打倒他 你明白嗎 事情都不讓人說 為何不讓人說 為何不可以批評 他不是說要打到什麼 他講出意見 批評 不對 你可以不接受 但不接受 你可以告訴他 為何我不接受 不要用那些 小人行徑 人家批評 人家批評 好厲害 他患了肺炎 就該死了 進醫院 這些又不用說 這些人聽我說 香港人 都是這樣 中國人就是這樣 我跟那些老朋友說 你反對警察 不要緊 有個警察進了醫院 好東西 該死了 這些又不用這麼說 不是 我不騙幫 我是說 是其是非是非 都是不對的 人家的警察 撞了肺炎 人命來的 抵死 抵死全家 不好的 這些 令到我覺得 我們自由派 完全跟藍絲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學 這些時候是反對的 你自己都做成這樣 老實說 他進去醫院 我們為什麼要恭喜他們 算了 人命一條 你只可以說 有些警察這樣做 是你上面的方法 那些法律 他們的氣氛 令到他們這樣做 他們不敢做都不行 因為額頭要這樣做 你明白嗎 額頭要你這樣做 要不你就不要做 你明白嗎 有很多事情 我們局外人不知道 我們看到他們的行為 你這個黑警 你這個壞 是暴力過頭 但我們要想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上頭要他這樣做 所以 那個責任在commander 上量不僅是下量 不是啊 紀律部隊 上量比賽才是下量 你立王他就要打 不要打我 打我們幹什麼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會這樣 如果上面有約束他 他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矛頭 不應該只有一大群警察 你應該只要高層 甚至是政府 明白 對嘛 冤有頭債有主 所以為什麼警察這麼生氣呢 大哥 我們又說不出苦 你不斷走過來罵狗 那就糟了 如果上頭不是這樣 他怎麼會這樣做呢 你想想 是紀律部隊 大哥 說紀律部隊 說一下 我們就知道紀律 今天其實找Winston過來 我真的想聽聽他這件事 他很有趣 這個人仔 你看他戴了口罩 但是看他 看他啡啡色的染髮 漂亮的眼鏡 都知道是這個年輕人 他是不是姓豬 是呀 買豬 買豬 Winston 大家怎麼都猜不到他的職業 是不是買豬 大家覺得這些年輕財進 應該不是I-band 就是做一些專業的事情 但他又很有趣 夜晚在蘭桂芳那裡喝酒 對呀 吃飯是他們這種人 爬牛 但他又做過PCCW 是呀 又做過Band 你是中資機構 曾經是中資機構 幫人解決問題 他是投訴部 就是我們打電話去搖 為什麼我咳一張卡 為什麼什麼什麼 他咳一張卡 你又不找數 他拆招 做過這些私民工 但之前他又調轉 又回到街市 他現在有個綽號 街市哲學家 因為他現在是賣凍肉 不過他接著提我 他不是賣凍肉 不是賣豬肉 他是賣冷凍食品 Winston 為什麼這麼大轉折 其實兩方面 一方面 不想在職場上 糾纏太久 因為在這麼多機構 做過 大公司也做過 小公司也做過 其實自己的條路 已經差不多到了盡頭的位置 你想再上的時候 你就是用你的時間去磨 磨到上面的人 上面高層走完之後 你就會有機會上 但是在香港 今時今日這個時勢 你每天每一分鐘都可以賺到錢的情況下 你用時間去磨 其實你那個回報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 還是你還有得選擇的時候 你走出來試試其他路 所以當時做過決定 離開了大機構 即大公司的時候 就是第一件事是這個原因 第二件事是看到 在食品界市場 開始有壟斷的情況出現 食品也壟斷 但只是賣雞翼 因為為什麼會去到有壟斷的情況 首先我們先說選擇 選擇 當你走進去一個街市裏 你會見到形形色色不同的小型商店 這是一個很公平 很多選擇的地方 但當你走進去一個街市 一個街市是最貼切紋身的地方 購物的地方 你說你吃的地方 走進去你看到原來幾間店 都是同一個機構客廈的相片 即是連鎖 是否真的好像我們旺角買球鞋一樣 不是 你不如說 說什麼 買閃沙咀買首飾 不是還好 我幾乎你講講一下 就去到161 周大福 是嗎 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壟斷了 因為去到連街市這個地方 這麼基層的地方 都已經發現有壟斷 甚至乎是偏埋在某幾個機構上面 你會見到在青衣的街市 和在樂府的街市 看到一式一樣的店 即幾個字頭 幾個字頭 都是那幾個字頭的店 你會發現 可能有些貨 甚至乎有些供應 是偏埋在一邊 偏埋在一邊 那你變相當那些貨源偏埋在一邊 的時候 貨源一出問題 供應一出問題 或者價錢一出問題 其實香港人最基層的責 就變成沒有選擇 你就直接影響到他自己的生活 有個經濟學派 我在思想家拋書 有說法 其實這些壟斷可能是好的 因為我壟斷 我拿貨拿得多 我拿貨拿得多 我就可以押價便宜些 我便宜些給消費者便可以 但事實會不會是這樣 如果市場上 你真的出現壟斷的情況下 其實很難會出現壟斷 最多都是寡頭壟斷 當貨源供應偏埋在一邊的時候 其實為了爭取更大的市場佔有率 他未必會在價錢上優惠給end user 他可能會用更大的貨量 更加高的價錢來托市 令人沒有選擇 因為他已經取得很大的市場佔有率 帶動到市場這樣走 他操控到供應的時候 他自然可以操控到後面來貨的東西 當他來貨的時候 只能給到幾個國家產地的東西 你一般普羅大眾 你沒有能力去拿其他更優惠的貨 新大哥 詩池哥虎 我考你不到 考下你動肉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雞翼、豬扒 從哪裏來最多 不是 不是內地 是不是內地 其實我們現在一般吃的禽畜類 即加禽畜類 雞翼、豬扒 其實大多數來自巴西 泰國 巴西、泰國 巴西那邊會比較多食品工廠 巴西的東西穩不穩定 供應非常穩定 不是 食品、衛生條件都可以 巴西 我初初不知道 我直接以為他踢足球 巴西這個國家很大 人口很多 在南美來說 巴西是最大的國家 應該是 在南美來說 人最多 講葡萄牙話 巴西是講葡萄牙話 其實我不肯定它是否最大的國家 但它食品、冬肉的出產量 巴西有一樣東西很好的 很多人不知道 皮鞋 我還穿巴西美女 加列華女 我經常說 現在我對你讓 女人都沒有興趣 讓給你 好多說多些 買鞋 為什麼我知道 在幾十年前 我在大丸 大丸 大丸 買到一雙鞋 不要說了大丸國貨公司 大丸是日本的國貨 Try Star Try 即是三星 三星 很好穿的 我不知道 後來看 Making Brazil 我才知道 巴西的鞋子很辛苦 很久穿 但價錢便宜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香港沒有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冬肉 原因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說清楚 我們的鞋子 皮等等 其實就是牛皮 你做冬肉 就是說他們整個飼養工業 是發達的 然後肉就還肉 皮就還皮 皮的話 難道只做手袋嗎 不做手袋便做鞋 為什麼呢 那時候人 一是香港製造的皮 一是意大利 法國都少 香港人 高級的意大利 日本鞋子呢 香港不流行 我碰日本很長 我覺得 一個商機 巴西的皮鞋 鞋子 藍莊 不妨想想 有得做 因為它便宜 但它真的挺耐用 而且你款式不錯 其實是一種 可以去到Piacadan 以前是一種名牌 又不是去到Top 叫Piacadan 因為我們小時候 沒有錢買名牌 你還說沒有錢 不是 就要去那些場所 我原料買一個Piacadan 是法國的 其實法國有次貨 但香港呢 Piacadan 小姐說 Made in France 你知道嗎 原來我們去玩 有些巧合 第一 雞群蓋腳 包裝 我們用不去刁鋼燈器 你用什麼 你用什麼 Piacadan 吃煙 就不要吃Riceloy 不要吃怕 太好 就去預畫國貨公司 你知道吧 旁邊那棟煙檔 就是世界各式各樣的煙 那棟煙檔 有 就沒有這些煙 沒有這些煙 我試過 好像找不到的煙 荷蘭煙 荷蘭煙 那個煙 是香煙 拿出來 咖啡色的身 奶白色 奶黃色的魚 吸起來有點甜甜的 就像雪茄一樣 叫荷蘭煙 那你去吃 荷蘭煙不是粗口 沈先生 什麼煙 荷蘭 在荷蘭進來 直接問荷蘭拿的煙 哇 你用Piacadan 又吃這些 其實很便宜 這些是品味 其實很便宜 你知道嗎 很便宜 我們有辦法 但我發現 我穿了那個巴西鞋 是什麼鞋 巴西 人家覺得 你不是Made in Hong Kong 不是Made in China 香港人那時候 就站在崇拜外面 但那時候 日本火不太吃香 Made in Brazil 日本是好 適合亞洲人腳型 我依師傅 挺好的 你想想 好了 說回你的豬肉 那些雞翼 那些牛肉 都是巴西來嗎 牛肉都有巴西 牛肉大多數都是美國 這個很大的入口 其實是的 香港在凍肉的入口 是非常之高的 我沒有經常吃豬扒和雞翼 OK 因為一般人的可能 下一次 下一次再說